阿金他曾在2011年出版过一本他的自传书 叫做《And Improvised Life》 即兴演出的人生 他在理念提到的关于失败的能力 可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面对失败的恢复力 如何在你感觉已经失败了的时候 能够快速恢复和继续即兴下去的能力 第二种就是说我们如何定义失败 在即兴剧的演出过程中 那个失败真的只是失败吗? 或者他其实是打开另外一种新的可能的出口呢? 对阿金提出可以失败的这件事是很远感 因为就我个人来说 在还没有接触即兴趣之前 如果工作上碰到失败 对我来讲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就可能会让我生活可能需要几天才能恢复 的这一种会了解 所以就是这种面对失败的恢复力 还有怎么定义失败呢? 这两件事情的这个观点都影响我 面对失败的各种能力跟弹性 你知道什么是失败吗? 真实的失败是一个人 很害怕不赶败 他们甚至没有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